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一条明星录制庆生视频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这段视频传为缅北四大家族白索成之子白银仓的祝寿视频, 其中出现了多位明星和网红的身影。 经纪人回应称,市场上有人专门卖这种视频。 据媒体调查发现,这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链。 17日,演员杜旭东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, 就他以前给缅北电诈集团录制庆生视频仪式道歉。 他表示,当时没有考证对方的背景情况, 受朋友之托才录制了这段视频。 现在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并承诺以此为戒,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